可是你說大家現在都要問錢 因為每個人都會算數嘛 尤其現在監察院申報的資料 一調出來 包括家裡的家裡的房子 貸款如果都清的 所有唯一可能比較大比一點的 是義夫剛提到一個 就是選舉補助款 一票三十塊 然後因為得了三百多萬票嘛 三百多萬票光算一下 那就一點一億左右 可是他真的會去想到這一塊嗎 那所有這些藍營的人 大家講說藍白之間 從立法院的合作 到未來是不是還要 那最起碼十月十三號 謝國良的罷免 是不是還是要白銀的人的抑注 所以藍營會怎麼看 郝龍斌受不了 郝龍斌要接獎 那如果真的有什麼話 藍營也不能蒙著眼睛 他沒看到 趙好康也在質疑說 這個節骨耶 你去看房子 你把這些東西PO出來 那誰不會去打問號 說錢從哪裡 藍營針對這些事情 到底現在會怎麼看 當然不能瞎挺 一碼歸一碼 這也不用發堵住說 我要去躺丁床 然後挺科問的 你再講周小平 他家又不是賣丁床 不要亂聯想 就是說1.1億政黨補助款 怎麼弄 就是說選票補助款 怎麼用 民眾黨的發言人 有出來解釋 當初解釋 我特別上網去查 怎麼用 這比選舉補助款 主要用在政黨營運 包括政黨及立院黨團 及地方經營 也會將部分捐作公益 所以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沒有到私人使用 他沒有PS淡書 其他的若有結餘 我們來自己買豪宅 沒有嘛 沒有差淡書嘛 關懷空巢 其憂鬱症也算公益 也沒有差淡書嘛 所以假設如果陳佩奇幫先生 幫黨主席 我去媒合哪一些公益團體 弱勢團體啊 譬如說庇佑機構啊 青少年這些兒童機構 好事情 他就很棒的一個 扮演一個 很秤職的一個 一個夫人的角色 現在結果不是啊 他沒有扮演這一些 去拉弱勢團體 去媒合這些團體 反而去看豪宅 那個落差就很大了嘛 所以第二個 那你當初說明這筆錢 怎麼去用的 那如果現在不動用的話 你要公布啊 1.1億已經撥下來了 大選選完超過半年 八個月了 錢應該已經撥下來了吧 錢怎麼去使用的 有沒有動用到這一筆錢 這該公布吧 那如果不用動用到這一筆錢 老講啦 也不要講說 去看房子是看爽的 我沒有買 這個真的不要騙人了啦 看房子就是想買嘛 否則不會去看啊 像我去年想看房子 我會上房仲去看嘛 去看哪一些我能力能買的 那我去篩選我的房仲 你知道去調整他 我先篩選台北市內湖區 然後我能買的房子就要三千萬以下 這是我的能力嘛 你對柯文哲來講 他去看1.2億豪宅 代表他有能力買1.2億嘛 其實應該這樣講 不用再討論說 他會不會有想要買與否 因為陳佩琦自己說了 就幫小孩 因為小孩要不要催他結婚 也就是說他室友想買 他看不只是看 他室友想買 要不然他不會告訴你說 因為小孩想要逼小孩結婚 希望他能夠快點 當你講出這個就表示你室友想買 而你看的房子 如果你也確實看了這些 那大家就可以開始討論 對那你一定要有口袋嘛 那錢從你哪裡來 不是選票補助款的話 那就涉及到政壇一個 不能說的秘密 什麼 你也有這個秘密 我這很想把媒體跟身分切開 選舉的時候有一個前輩跟我講 政壇前輩跟我講 第一次選舉一定賠錢 第二次選舉打平 第三次選舉就會賺錢 那如果很多政治現金好 帳上的可以公開的 那是不是有私底下 on the table的 直接有人拿cash過去的 這些錢你是有全部報嗎 還是有留下來 有藏錢 你在質疑嗎 會讓他懷疑啊 你會讓他懷疑說 你是不是有其他地方 有藏錢的地方 你是不是有申報不實的地方 這令他起人一動 否則第一個 從你的監察院的財產申報 兩千多萬而已啊 第二個你的選票補助款 沒有動用的話 而且不能用於適用的話 你的錢哪裡來啊 不對等啊 你有兩千多萬的身價 去看了1.2億 你這是槓桿 槓桿在槓桿欸 你要騙誰 第二你這樣是要炒房嗎 還是買紅單啊 所以第一個除非你是要炒房 否則第二個 你就另外有其他的錢嘛 這就包括很多藍營人士 老講不是趙先生啦 還有好龍斌 甚至包括蔡正元 很多藍營都跳出來質疑 質疑柯文哲的時候 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內部 反對藍白河 而是一碼歸一碼 國會合作還是該合作 可是對柯文哲 包括這一些相關令人 啟人移動 金錢怎麼贏 甚至也有朋友跟我講說 最近陳佩琪的作法 有點像當年吳淑貞 這多傷了殺傷力啊 因為吳淑貞當年 扁案剛剛剛剛有講 這是小扁案嘛 這些事情在很多藍軍裡面 歷歷在目啊 當這些形容詞出來的時候 或者標籤貼上去的時候 你對藍軍很多資者的心裡面 對柯文哲會不會更有質疑或更痛恨 甚至未來會不會影響到藍白河 我覺得都打上問號 朱立倫主席就特別講 他祝福柯文哲平安度過 立法院就要開醫了 政治現實又要把大家拉回來 我們黨還是要去跟柯文哲 抱在一起嘛 不然你怎麼掌控立法院 這就是正經演戲啦 這個所謂的道德示威一定會搬過去 會放一邊啦 所以柯文哲在等的就是這個 就等立法院開醫的時間 對啊 就輪到政治舞台就要搭起來啦 這一個月變化很多 也許他是要吃食材的 要不然 要不然柯文哲買到的地方是很適合 為什麼 因為那一棟就是在我們立委研究室大樓的隔壁 如果兩個從大門走到這個大門 大概九秒鐘就走到 我們到裡面也有很多民眾的立委 也有主席召見 就直接過去 就算走到立法院的議事廳 走到立法院園區都是一分鐘 按鈴表決七分鐘 全部都到 接梯也很快 這樣上個廁所 就走過去還會到 很適合啦 而且柯文哲應該去過很多次啦 不是那個 對 我想大家下次應該要問有沒有 他有沒有 東豪剛剛特別提到的 對不對 東豪怎麼樣 我又講說 越來越像 我還不敢講他是 就是扁岸 因為什麼 金流 現金 來路不明的那一塊還不清楚 可是這一段時間 有很多在講柯文哲他們的人 都是他過去的自己人 不是外面的人 都是原來柯文哲的幕僚 以前的幕僚 或者是甚至他原來競選團隊裡面的人 舉一個今天早上的例子 那個徐慈勝嘛 他原來是社會力社會力社會力的嘛 他PO了一個 這裡面那個徐先生就是徐慈勝啊 你的尾數是不是這個89282 六千元 若是收到了謝謝 後面人在講什麼呢 他給了縱望基金會的統編號嘛 要不然說辭聖 這個抬頭跟編號就叫他報這個帳 要報這個帳 那六千塊是什麼 這六千塊是什麼 是縱望基金會的活動嗎 不是 不是縱望基金會的活動 為什麼要報縱望基金會的帳 幫縱望基金會支出耶 這個這個不是假發票喔 這個是叫假帳喔 那徐慈勝的這六千塊是什麼 是一個活動的參費 是一個活動的參費 好那就簡單了 你競選總部的人 為什麼要幫縱望基金會消化 六千塊 這一個line的截圖 只代表了一張發票 有沒有更多 在講到柯文哲說 把所有的帳查清楚的時候 過去這一段時間以來沒有人去碰縱望基金會 最多講到木可 就木可跟總部之間的財務 木可的人士跟總部的人士重複 這只是其中一個環節 現在縱望基金會要跑出來了 你怎麼會這樣子抱帳 然後縱望的帳又是誰在管 又是李文娟喔 也是李文娟喔 再講一句話 李文娟被開除黨籍 可是李文娟還是縱望基金會的黨長 基金會董事長 基金會董事長就是當初成立了 所以就掛李文娟 那妹妹管帳 當初要成立這個基金會的時候 柯文哲還有一段很經典的話 人文照念 柯文哲在那時候 決定要成立基金會的時候 因為他以前講說經濟會 他決定不成立基金會嘛 然後後來說他一直在抗拒誘惑嘛 2022年決定成立的時候 他就講了沒段話 他說 柯文哲講說 之前當市長如果有人捐一百萬五百萬 結果隔天拿個澄清案來 執政還要大聲就很困難 所以啊 等到卸任不當市長了 這個基金會 有人要來捐款 說謝謝 也比較沒有壓力 再補一句 你當市長的時候有人捐錢給你 又陳情 接近對價關係貪污自罪條例 卸任市長之後 如果也有陳情 事後捐你一個一百萬五百萬 我相信柯文哲如果沒有看過一百萬五百萬 不會莫名其妙跑出這個數字啦 通常我們都說一百兩百啦 怎麼會跑出那個一百五百的 事後 哪怕隔了一兩年才捐給你 還是對價關係 嗯哼